炙热的金属在撬动热血汗水和泪血 这种能力是由勇敢的强者所能控制的 我们是腰刀的主人 保安要的历史就是800多年的历史了 保安做的我们的鲜饼是给钱给陈思思汗 打兵器的一些刀将陈思思汗在西镇的时候 留在了青海的巡化这一块 和我们的县民受到当即的各民族的一些欺负吧 反正迁到了咱们大河家这一块 就引致下来的 它的主要就是特色 就是上面这些花纹 就是因为这种航河流水纹的 蜘蛛纹的几种花纹 主要就是性能 韧性这一方面特别好 就是它的分离度啊 可以就是起头刮胡子的心 其实 就是这个国家的飞机商务 就是2006年7月份 国务院文化货列入国家的基础品货币的成功了 从2006年到现在的2016年 这10年当中 这10年当中 那么国安有所职货的募获 子质下调 现在整正说家庭德国福祉 全都通过出来的话 不足250万 都250万 所以我们的报案以后 面临一个严重的这个彼此 和试衡这个工作 我叫马云维 今年33岁 保安组家住甘肃省 吉士山县 刘吉祥 陶家村 我那是一个 作造的一个刀将 也是国家级非复中华遗产 保安维要刀 断职记忆 神级传证人 我们保安约的这个工艺 就是最好的 就是这种折花刀的工艺 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以前就是没有 就是好的铁片和钢片 就是到处收集一些的废铁呀 废带钢片这一块 然后把它在耳朵里面 就是千锤百链 打出来的这种花纹 轮到一块 反复的就是折大 我小的时候就是七八岁吧 七八岁就是跟着父亲 就学习大刀了 小时候我们玩的这些玩具呀 就是眼里面建的 都是就是大锤呀 小锤这一块 从记忆当中就是 从小就 就做这个刀了 这是我爷爷他们传下来的 估计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呢是就是叫西瓜头 是保安族的 保安药道里面一个最精简的款式 这是我爷爷做的 就是当时这把刀没给人家了 说是当时就是五十年前吧 就是七十块钱没给人家了 后来前几年 其实我父亲 就是用了五千块钱 把他收回来 就是收到我们家里面来了 这是我爷爷亲手打的 kell形计它 可以好 啊 在开开开开开开开 艺末 v 이�arım 父亲他也是存小跟着爷爷 也没上过什么学 但是他做人很实在 包括在做刀这方面 以前小的时候告诉我们 不要做刀的时候不要特工减料 然后做刀的时候不要说那 咱们说那稍等一下 我父亲是前年2014年去世的 现在我大儿子已经是8岁多了 上小学 然后想让他读书吧 读完书 还是会教他做教学的 因为我们已经是四五代传下来了 我也想这就继续给儿子们传下去 父亲就是国家级传承人 我现在是神奇的 然后争取就是国家级的这个 我也自己争取国家级的传承人吧 然后让我们保安药道 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级的非不中华一城吧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保安药道 让学习和传承我们的保安药道文化吧 以前呢我们保安药道实体是 就是房子生 家里面就是生活印记 现在社会里面就是 我们少数人的地方 还是家里面载牛 载羊 还是取得着生活印记 在外面很多人都是 带起的就是收藏品 皈依品 张饰品这一块走的 以前就是做要刀就是 就是维持家里面的生活 因为家里面比较困难嘛 所以打刀维持生活 现在就是保安要刀 我们就是作为传承人以来 就是不仅仅是自己打刀 它整个代表着咱们一个民族 还有就是传承和责任这一方面吧 我们打刀 做一把刀也是就是 能兴兴齐作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